才刚在新区的百货公司领完钱 一边走还一边拉上包包拉链 不慌不忙的四处闲晃 八个多小时过后 一次另一人带着同一张卡片 来到三重区的银行ATM 继续领个没完 但是他们都没想过 这些白花花的钞票 都是别人的退休金 这母亲节真的是难过了 被盗领的66岁装性妇人 本来要用这笔退休金过生活 要儿女们不用替她担心 但是没有察觉到自己的提款卡掉了 等到事后发现时 钱已经被领光 调出提款明细来看 贩现相当狡猾 4月24号领了一共5笔 最高上限10万元 隔天跑了三重再领 4笔9万8 最后来到大同区银行ATM 4笔加起来6万8千元 一次还是不同的人分开领 一共领走了26万6 夫人一看存款 竟然只剩下463元 实在是气得要命 但到底为何 范贤会领钱领得这么顺利 一次是和账备的 这个动作有关系 富人似乎是把密码写在提款卡上 才会被人直接盗领 而家人知道后都很心疼 因为妈妈辛苦了大半辈子 好不容易退休生活才刚开始 生活费就不翼而飞 又是在这母亲节前行 恐怕这温馨节日会不太好过 记者黄天昂旅景新北市报道